在台湾的一个外国的学者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 这位学者 在推特的外国人在台湾的圈子里 他很有名的就是 他是应该是唯一一个 特别的爱珍珠披萨的外国人 他很爱去试各种各样的披萨 然后给大家在推特上面发评论 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 他去发了一个花生汤圆披萨的测评 这是花生汤圆披萨 就他的口味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 我大概没办法喜欢什么花生汤圆披萨 但是他的评价是说太好吃了 这个必胜客 就在2021年4月的时候 最新的一个款 最新推出的一款披萨 叫花生汤圆披萨 说它超好吃 超上面还放了双引号 花生粉放在披萨上 是简直太好吃了 我不能容忍花生粉出现在披萨上面 我觉得不合 然后他说汤圆是非常非常的Q 跟起司和面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就等于是这个披萨上面 有花生粉 汤圆 还有起司 妈呀 我一想我就觉得这不行 然后他还试了这个叫黄金和风鸡 披萨 是日式的炸鸡 凤梨 凤梨 熏肉 黄瓜 和日式的这个蛋黄酱 然后他说它是也是非常非常好吃 说就是就是他就知道 就这个黄金和风鸡披萨 对 哎我就是妈呀 我说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会有人能够能够 那这是哪的就不知道 这是这是这是你们怎么能研究出来这么多种 他是从2019年开始就在推特上面发他吃过的这些特殊的披萨了 在10月底的时候 说他在试吃这个台湾专属的珍珠披萨 这是达美乐的披萨 他是长这个样子 就这样子的 他说天哪 这是简直是太奇妙了 他们他们完完全全抓住了重点 不是开玩笑 所有在台湾的人都需要试试这个 那这个披萨呢是咸的 然后呢 但是上面有蜂蜜 所以它会有一点甜 然后呢 说这个珍珠呢 就是不软 不是那种很软啪啪的珍珠 然后是非常非常的Q 超级Q 超级Q 就是他完全是就是赞美嘛 赞美的非常热情 他这个po文吧 应该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就不满吧 然后他还就是他为了证明说他真的是爱吃 就是说对于那些就是讨厌的那些那些就是讨厌这个披萨的人 那那你们你们应该知道说他都吃完了 就是整个披萨他都吃完了 就吃上最后一小块 就足以证明他就真的爱吃这样子 就是这个推文就非常非常受到欢迎嘛 就爆了嘛 他自己说他是大概每个月至少他都会吃一次 然后他也会招待外国来台湾的友人吃这个 2020年那个时候当时有外国有人来台湾吧 回台湾 所以呢他们就点了这个珍珠披萨来庆 就是来来来庆祝 对 对所以所以他是真的蛮爱这个珍珠披萨的 然后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 那个达美乐的珍珠披萨就停止销售了 然后他就说他的心都碎了 那就应该在台湾也不是很火吧 应该台湾人也不是特别爱吃 如果台湾人很爱吃的话 达美乐应该不至于会把他给 这个停止销售了 反正2021年的时候他说他就是 他就心都碎了 就是说就买不到这个达美乐的珍珠披萨了 然后顺便给大家推一下他的这个新书 他是新出的这本书 就是台湾一个在威胁下 那时刻都在抵抗了民主 对他是他出的这本书 他是想用英文写一本书 然后介绍给他的就是朋友和家人 那这个比较浅显易懂的一本书 对所以说如果是就是大家有知道 就是有认识的外国朋友 对台湾的议题了解的很很浅薄 然后想要有一本入门的关于台湾的书籍的话 或许这本书蛮适合的 然后这个就是他宣布这个珍珠披萨回归的这个推文 那什么时候回归的我也不知道 好这个事情应该没有人像他一样这么的care 珍珠披萨会不会回归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达美乐 在台湾的达美乐终于回归了珍珠披萨 对然后他说跟四年前一样好吃 那应该就四年前就2019年达美乐第一次推出珍珠披萨的时候吧 他说跟四年前一样好吃 然后还配了一个流眼泪 因为他之前在20就是哪一年就是那个珍珠披萨停瘦 那个时候他说他心都碎了嘛 所以说现在就挂了一个泪眼汪汪的一个表情 说他终于回来了 那然后呢他还是很坚信说大家应该喜欢这个东西 尽管就是说大家都跟他讲说那个东西不好吃 对但他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是好吃的 所以他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生活在台湾 就赶快去达美乐试试看 对但是我想大部分人还是不感兴趣吧 然后他说这一次他们放了巧克力和起司 就在这里面就是他在这个饼皮里边放了巧克力和起司 他不太喜欢就是就OK吧 就不是特别喜欢他还是比较喜欢最早那个版本的珍珠披萨 他因为他最早的那一个推文 就是他热爱珍珠披萨的那个推文 那上了这个CNN 而且是CNN给了他一个专访 对 CNN专门介绍台湾的珍珠披萨 然后访问他 他应该是台湾的珍珠披萨的代言人吧 达美乐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请他去代言台湾的珍珠披萨 就至少据我所知 我真的没有见到过有人跟他一样这么爱珍珠披萨 台湾人中有吗 台湾人中应该也不多吧 那他说这是他 这是他那个 事业中的高光时刻 就是他的事业的高光时刻 就是因为爱吃珍珠披萨 对 被CNN访问 做了一个专题 对 就蛮离谱的 很多外国人都不是很赞同啦 譬如说这一个就说的 说这完全就是错了 这完全错了 说这个珍珠本来就不对 巧克力就更不对 最后达美乐就最不对 他应该是不喜欢达美乐的人 我真的对于这个事情不太确定 强烈反对 对 就是无论是 感觉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 好像在这个议题上 对很难 很难赞同他 China uncensored 他们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频道 经常做各种 关于中国的议题 到过台湾 在台湾也做过节目 干嘛的 反正就是 如果是英文圈里边的 关于中国的议题 做得很棒的 就是他们这个频道 China uncensored 然后 China uncensored 他们也说 就是这个账号是谁的 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好几个人 那然后他们有一个人就说 我吃过一次 真是一个无法忘记的经历 对 就是他们说话都还蛮委婉的 就是一个无法忘记的经历 应该不是指的是很好的经历 然后有人回复说 你说的是无法忘记的经历 还是一个无法原谅的经历 那然后China uncensored回说 说那才是 就是那个用词 意思就是说 他真正想说的是 一个无法原谅的经历 然后很礼貌的 说成了无法忘记的经历 但是其实是无法原谅的 对 就是很难吃 难吃到无法原谅 大概这个意思 或者说把珍珠毁掉了 大概那个意思吧 但是还有人还是 可能有兴趣就问说 到底是 就是在 哪里有这个珍珠披萨 说他在南港 那这个达美乐的 这个menu上面没有 说就是把它寄给了 他的意大利朋友 这就很坏嘛 就是属于 把珍珠披萨寄给意大利朋友 这个破坏台义友谊吧 这是 上次有珍珠披萨的时候 他买了一个 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吃 一个月内他们就分手了 这是巧合吗 就吃珍珠披萨会吃到分手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属于不正确的归因 这个应该是 对 女朋友不喜欢你了 这不是因为吃珍珠披萨吃出来了 有人配了一个这个图 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要把意大利厨师逼死的意思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还有一个 一个人开玩笑 这应该是个台湾记者 开玩笑说 说当那个 这个赖清德被问到说应该跟习近平吃什么的时候 赖清德应该回答珍珠披萨 好可惜哦 就是当初赖清德没有回复说 请习近平吃珍珠披萨 就是大家都还是对对珍珠披萨的想法比较的 嗯 负面吧 这就是关于珍珠披萨的故事 一周狂卖三万个 达美乐黑糖珍珠披萨回归 加码巧克力资新只要199元 台湾人还有一部分人是爱吃的 你们的口味真的非常多元 真的真的很多元 但是说以外国人来讲的话 真的这是我 这是他是我看到过 唯一一个狂热的热爱珍珠披萨的人 我还蛮爱喝珍珠奶茶的 但是珍珠披萨 这个我也真的不行 恭喜这位在台湾的外国学者 他终于能继续去吃他心爱的珍珠披萨了 因为我看到他之前说没有珍珠披萨了 他很心碎 那对 那就希望这一次珍珠披萨可以存活得久一点 可以让这位外国友人 很愉快地继续吃下去 挺好 在台湾这样一个国家 他就无论你的喜好是什么 你都能找到自己爱吃的东西 哪怕你的喜好很小众很奇葩 挺好挺好很棒 好吗 我们来鼓励打美乐 继续地把珍珠披萨维系下去 因为他还是有狂热的粉丝 好吗 珍珠披萨在台湾还是有狂热粉丝的 对 他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 对吧 虽然很小众 但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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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